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要多謝Showtome你的支持 曉冬,多謝你的支持 還有Betty Teng,多謝你的支持 這件事是好笑的 就是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說 留意到8月5日是王一博的生日 《超戰》的王一博 那天是新聞黨十二週年黨慶 8月5日 他想知道能不能請王一博到場為新聞黨獻唱生日歌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行政會議的殖民人真的很厲害 我們看到當然是笑死了 我都說了他們有一群人一定要把台灣地區的垃圾帶來香港 現在真的有人這樣做 就是這個行政會議的殖民人葉劉淑儀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一看到就笑死了 貼上去那個群組的阿姐 不知道是阿哥還是阿姐 他也是一看就這樣說 哇,把台灣帶來香港 找明星幫政客站台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仍然說笑 儘管這師父笑 哈哈哈哈 笑聲是很難聽的 但是不夠那些人做的事這麼難聽 我的笑聲就算是難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你到底這樣也行 還有就是要多謝Gloria你的支持 多謝你 喏 普通人遊行反對 影響不了那些大相隔 反而被人利用 小小問題就可以罵政府一刹 久而久之 普通人就會 產生政府做什麼都錯的感覺 政府施席就越來越短視 但是現在 現在 很有趣的 現在的局面是很有趣的 喏 呃 那位女士對這宗消息的回應是怎樣呢? 葉劉淑儀現在很兇的 特首李家超都要聽完她說 哈哈哈哈 那黃一鑊是哪個 內地明星來的 這個 小眾藝人 這個超有功名 萬新歡就說 那 呃 有另外一位男士就留言 他就說 哇,覺得分明是他自己葉太自己喜歡這塊小鮮肉 哈哈哈哈 那我繼續說一下 有些人呢 就很久沒上面書了 他的留言我也沒有徵求他的意見說 但是他這個半公開群組幾百人我覺得沒問題 喏 呃 很久沒上面書 因為這屆政府呢 太多東西 不對 不正路 這個阿哥他怎麼說呢 由粗口婆可以任局長呢 已經知道不妙的了 又說政府沒什麼盈餘 但是又增加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數目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來的 喂,你政府沒錢其實 第一件事要開刀的 當然是那些立法會議員啦 全部收內地人工啦 這麼喜歡外勞嘛 收內地人工啦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那麼 還有 喏 他的感覺就是 覺得是唯威唯的 就是這個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其實事實上 也是的 其實你 立法會改革那裏 結果立法會 不是,不是立法會區議會改革那裏 結果區議員的數字還多了 那麼 這些根本本身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喏 那麼 哈哈哈哈 那麼 那麼 何理中 好像說會獻身 如果要獻身的話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獻身 喏 那麼 那麼 向長者賣手 就是 呃 他這樣說 這個 其實有些事情 其實說真的 長者 兩元優惠 他也要管多一點 其實這個呢 你是防止那些六十歲以下的人 濫用呢 我覺得是對的 我也要說 這個政策我就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或者 希望那些人 不要 短程坐長程車 這個我也認為是 應該做的 我的看法也是 這個也是沒有錯的 這一屆政府 不過他也利新了 那位 朋友 他就說 他也未夠資格兩元坐車的 要多等幾年 但是你說要不要管 要管是對的 但是好像有些人出來說要去到七十歲 才可以兩元坐車 那這些就是多餘了 好了 也都 感謝Carlin Chen你的支持 那麼 Karen Chen 她就有留言 她就說 醫頭說赤字 那頭加幾十個特首政策組高官位 是不是他自己賀包出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麼 VitterUMM就說 強烈要求 這個立法會議員 要減薪九成 哈哈哈 那好了 上個財政年度 維麗泊車鈔牌已經令到 駕駛吃車的小市民 每天探三聲 裁爺說 希望這個財政年度要增加鈔牌 10% 警察 凌晨出來抄牌 而且很多是 大車 沒有位置可以租的 大車要租的位置要哪裏呢 它要拍很遠 通常就是在那些棕地那裏 在新界那些棕地就可以拍那些超大車 不過當然不是啦 很多泥頭車的師傅基本上都是 隨便拍啦 那麼現在就抄 凌晨出來抄牌沒有位置租的 有沒有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將情況轉達給政府了解 當然沒有啦 你私家車有位置不租就活該而已 就是你凌晨 不阻礙交通的 其實凌晨拍那些泥頭車 譬如拍很遠的 不知道在哪裏那些街都被人抄的 結果交通部也來 那麼 現在令外國小市民增加怨氣 那何來幸福家園呢 這個是 一般市民的意見我讀出來的 我真的沒有 改過他們說的話 我不同意我會說我不同意哪裏 他就說這屆政府真是非常多善材難捨 冤枉甘心的施政 輸入外勞 不用諮詢勞工界 只是聽商界 商界說會提供宿舍給外勞 有消息 是會說給隔離營 但是未經核實的 這個是事實的 他就說會拿隔離營出來 你試一下給本地人提供宿舍看看 還會不會請不到人呢 這個就是一般市民問的問題 其實我講話也很貼地 你說 我離地 我不在香港 我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但是 這個世界人同似心 心同似地 當你輸入外勞 你給宿舍他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給宿舍本地人 如果你給宿舍本地人 他會不會去打那份工 他是可能會去打的 這個是 也感謝米線 你的支持 感謝你的支持 殉坤說近來很多話題都是針對基層 例如獎者兩元外勞插發 你獎者兩元那裡 其實我就覺得很小事 如果你說要拘捕那些 非法用兩元坐車的那些人 那些是沒有錯的 那些我覺得是要做的 有些事情是要開正來做的 但是你不能駕駛到太死 我也要講 有些事情你駕駛來做就會好一點 那肥咪媽就說 我老公的泥頭車就經常抄 我都猜到會是這樣的 因為我知道有其他駕駛泥頭車的人 都是X的 喏 Mannock就說 比加超只是知道 加建公屋和簡約公屋 為什麼不從源頭去了解申請資格 例如 江滿18歲年青人未完成學業 不可以申請 老人傷殘人士申請就可以優先安排要修改 房儲 應該這些公屋只可以住 不可以買的 等他們百年歸老要還給房儲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都是用家人的公屋去買居屋之後 就可以變成自己的物業 唉我都跟大家說有些事情 其實有些事情是想得不夠周到的 有些政策 有些事情是要處理的 我們提出來的不是說我們提出來的東西 就是百分百是好 就是希望他們刺激一下他們 想想一些好東西出來 結果越想越衰的 大哥我們沒有收錢的 說真的 網友有贊助我 贊助我們吧 有贊助其他 我們也拿去做事事 其他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就是我們做義工的 我們也有 出錢出來 那麼 你們有支持我們是真的 我也要承認 但是我們有沒有收錢幫人想政策 我們是沒有的 就是說我講的話 你說能不能達到一個很重要 很高級的標準 很高級別的標準 我就告訴你很難 我們只能夠講到一些 比較合理的東西出來的 但是 你說我們會不會 每一條 我們建議 每一條建議出來 我們也是能夠走通的 這個也要 是要調查研究才知道能夠走通的 我們有些概念的 stage 很多人都知道 是不是? 喏 Karen Chang她就說了 她說終於知道比加超這個名字怎麼來了 因為說到底只是一隻吉祥 實際作用就是零 那肥咪媽就說 給了消費券 都拿回大哥 開工車 也不會七點後出車 事實上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當然 很感謝我們有義工去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但是 現在 之後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我們還是要想一下之後的路向 我也要給其他兄弟建議想一下 有些事情會繼續做的 當然每個月派飯我們當然堅持做下去 這些一定會做的 這些不會停的 但是我看到 那些大有錢人又出來捐 那其實 他們是不是在一個比較好的位置捐呢?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起碼有錢一點 但是 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會繼續做的 這個我一定要講清楚 修通五就說 以前在香港做酒樓之後 是宿舍住的 現在好像沒有這回事 現在沒有了 其實就 那 香港藝民就說 公屋不是家建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這個我們講過了 要改革公屋條例 減少公屋私有化 也不應該出售 同時嚴格查找犯規公屋住戶 保證公屋利用於合理狀態 這個也是 那麼 正向Angel就說 李家超提出給其他住惡劣環境的人 申請簡約公屋 立法會和局長說不行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中住屋的原意 就是給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去申請的 當你變成簡約公屋的時候 結果就是幫人 除了清公屋輪候 那個名單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了 其實是沒有作用的 除了清公屋輪候的數字之外 所以我之前就說了 這個是交功課的政策 那交功課的政策呢 那個局長都覺得自己很威風的 其實就 其實就 喏 喏 Wen Giocle就說 應該減以元人數和人工一半以上 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 這個我也同意 喏 那翁鏘999就說 給消費券 根本就有億大商家 以前這個時間很多店舖都有折 現在全部都政價一元都沒有減 他們都要整個數字的 有時候我就覺得 沒辦法了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喏 那左翊就說 酒樓宿舍三四十年前的事 喏 也要多謝 網友米線的支持 也要多謝你 那我繼續回來說 喏 那個人其實他對李家超沒有希望 我留了言 是這麼說的 那麼 有另外一個人就說 親身接觸經歷社會底層 觀點、角度、看法 的確是越趨真實的 就是比較貼近事實一點 這個我認為 是的 你要接觸社會比較底層的人才可以的 那麼有另外一個哥哥 就留言了 認為正確的事就要堅持下去 堅聽側命 都要看領導人的智商 不是只會變成人多聲雜 而且哪個社會有能力的智者 從來都是小數的 智者的說話不聽 走去聽 糾成蠢才的屎構 有什麼辦法不死 何況那些都是清一色政客 並不是一般小市民的聲音 還有 領導人聽完自己的意見 都要自己消化 平衡國方利益之後再下決定 不是想都不想 就照單純收 那正向Angel又有意見了 他就說 減議員浪費氣啦 然後又多些副局長 Karen Chen就說 有了KPI 所以就要這樣抄牌 以前的sir都說一下情 現在sir都身不由己 其實法理情 這件事你都是要想的 你說他違法泡車 你立刻抄他 找食車 喂 他去柯毒療你也要抄的 有些人當然是覺得不妥了 現在的現實就是 是不是 殉坤就說 李家超也很難做 有多少人可以帶棺材上班 為窮人工作 哈哈哈 Persy Wong說 簡約公屋就自標不自本 其實也是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Stanley Yen就說 不達到月尾 都很頭癢 有壓力的 有KPI 其實事實就是 你一有KPI 去追quota 是嚴重的 Stanley Yen就說 早幾天是月尾 要追quota 其實一般操作 這個有quota 抄牌是真的 這些就真的嚴重了 這些是影響sir的士氣的 我也要說 你做過警察都知道 你抄牌 上頭叫做你就做什麼 其實說真的我是想抓賊 我不是很想抓人為拍 哈哈哈 還有 找乘車為拍也要抓 這些其實 我想很多sir心目中都覺得不妥的 那算了 現在要說一下那位女士 曾經在我們這裡播過聲帶的女士 她就說 你怎麼知道她沒有想 李家超特首是幫商界的 幫資本家幫有錢人 林太太是因為幫老百姓 你看看她被資本打壓成什麼樣子 然後之前發表意見說要平衡而視的哥哥就說 那想來也沒用了 根本也沒有平衡 正向Angel又說加大了quota 我相信sir也很無奈 我相信也是 不要針對sir也不關他的事 前線警察也不關他們的事 現在這樣的情況 唉 我覺得 是有些事情不妥 香港真的病了 但是沒辦法 如果你說抄牌也一定要交數 那是真的 但是現在加大了數字嘛 現在 也是針對找乘車的 就是這麼說 你說抓抄牌 抓這個圍魄對不對 我從來都不反對抓圍魄 尤其是 是阻礙街那類的圍魄 你去抓真的不是什麼問題 我覺得 如果是阻礙很久的那些 譬如 如果你看到他下貨 就是下貨上貨 他很快就搞定 其實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如果 有些人放了一輛車 下貨之後 又不知道為什麼去了吃飯 車裡不見人的那些 那些抓他其實是對的 那 鄭德華就沒有理由在公廁門口 打壞車燈也要抄抄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我也說 你 最多就是 在公廁門口 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在公廁門口 畫一個 五分鐘的位置給人 不是怎麼樣 你抄就有道理了 你超過五分鐘就抄你了 對不對 總之就是五分鐘是合理的 你只是柯督療而已 日史可以忍得到 是不是 你忍不住的 要爆的 要爆的 你就想其他方法 賺吃車也是這樣 的丁就說 之前一哥說沒有目標數 現在有沒有 我不知道 那 Kokimi也很感謝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那 Johnny Wong 他就問 加大數是為了改市交通 還是為錢 如果他為了改市交通 我是支持的 但是 就是 你把這些數字 算進入庫房收入的時候 你就很難 我也要說 你就很難告訴別人 你不是為了錢 你是有這些收入 好像一個 我覺得 要怎麼做 人家要跳起腳 就是 一個收入 但是你最後 就像一個 bonus 政府當這個 你不要當是 你不要當是 一個恆常的收入 就可以了 那 Paxie Wong 就說警察現在要好像保險經濟一樣去追訴 當然 肥咪媽 就說 無關事 一定被司機運後 那些sir也很慘 我也同情他們 那 Karen Chan 就說 嚇死他 以為 解決方法在公廁門口 隨地小便 當然不行 你畫些五分鐘的位置 不是怎樣 其實你整個公廁在這裡 你畫幾個五分鐘的位置 那些人亂拍的時候 你就立刻罰他 他拍十分鐘 你就立刻抄他 是不是 他說 5分鐘 那你就畫夠十五分鐘 你畫夠十五分鐘之後 一定有人拍一個小時 那些人就厲害抄他 五分鐘抄一張 那 Monster Shelly也很感謝你的支持 那 正向Angel就說 阿sir不夠帥 就要公廁等 是啊 是要公廁等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你現在交功課 就是很嚴重的 那 肥皮包就說 帶多兩包尿袋 哈哈哈哈 這些 這些是 駕駛師傅的痛苦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也要說 就是說 你說 是不是 今時今日這個政府才這麼壞 我也要說 其實 也不是 我也要說 我也要說一些公道說話 港英時代已經是這樣的 你不相信嗎? 你就聽聽尹光那些歌 尹光那些歌 他唱的士司機有多慘 唱 小巴司機有多慘 你聽聽他 你聽聽他怎麼唱就知道 其實尹光那些歌 有很多都反映了現實 其實你說 現在是不是很慘 這樣 其實說真的 不要覺得現在是很慘 很慘 我也覺得大家正能量去面對 指求多福是要的 有不滿是要出聲 有覺得不妥的 是要出聲 但是 現在是不是很慘 我覺得 可能有些人覺得我講話 其實現在還沒算是很慘 就是有些不妥 但是如果你讓他繼續向這個方向走 其實就有問題 就有問題 就有問題 好了 那麼 Daniel W.他問了一個問題 假如每個人都受了交通規則 就全世界的警察都撕不到quota 其實 有些地方是沒有quota的 我說一句真話給你們聽 有些地方的差牌是沒有quota的 因為他們的quota是怎樣呢 通常就是 計算時間 你拍車在哪裡 我們知道的事情就是這樣 好了 來到這裡 那麼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再講一下主題 今天就完了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陪我發暗風 發這麼久 謝謝 休息一會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